好那我們今天的話來挑戰一下這個每日挑戰 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加成是什麼 攜帶武器品質提升會紅色 那如果是紅色攻擊力加50% 那怪物的話是三層護盾 喔那今天的武器的話是紅色那我們就來稍微實測一下 這個球棒紅色看有沒有很強喔 那我們就直接 沒茶碼直接把這邊降級 降級成一級喔 換上我們的球棍 原來這個叫球棍我一直以為他就球棒 雖然沒有攻擊力加15%沒關係喔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呢他應該也有喔 還是直接變紅色嗎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開打 來試體驗看看這個紅色武器 直接365度超級猛 那這個的話應該就可以跟那個 冷卻的做加成 三層的護盾還是蠻猛的 那我這邊再丟 換一下 那個足球 就是讓我們體驗一下 這個無刻玩紅色武器的 小體驗啦 說不定是我剛剛那個 我無刻就最多只能提升到金色他就給我一個 紅色的武器來試玩看看 這個感覺真的還蠻不錯的 不過 如果 打擊退效果好像 打在這隻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 效果 好那我們這邊 選一下強力彈頭 跟我們的金色這個項鍊做個搭配 這個真的是超級猛啊好那我們這邊雷電發射器 來來經驗值喔我們這次就不用選經驗值了 因為我們不是拿苦 咦這邊還有個寶箱 一開始寶箱都新聞到忘記吃了 都只在意這個 球棒紅色 這護盾是什麼意思 是要先敲個三下他的護盾才會消失嗎 不過你看這個 我們的精英怪就有被明顯的被擊退了 這次運氣真的很不錯 直接變成四級的棒球盾 你看這揮舞的速度 到這範圍 我們直接把他升到五顆星 不說還有我在甩溜溜球 真的還蠻像的 好那這個 火箭發射器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選那個加那個攻擊範圍的 好不過沒關係我們先選一下健身指南 然後我們這個 棒球棍直接升到那個打殭屍的 狼牙棒 你看哇這真的超爽耶 如果時候真的可以升到紅色的話一定要選擇這個球棒 這比普還要強多好嗎 好那我們這邊 暴力美學能量快 我們先選這個能量快好了 他揮的速度直接爆 爆提升了 這個太猛了太猛了 真的是用過紅色的棒球棍就回不去普了 不過要提升到這裡應該也是要出資蠻多錢 這個時候來稍微 體驗一下 夠了 那這裡擊退效果 好像沒有特別明顯 要等到把他的步盾打掉他是可以擊退 就算這些怪物一直圍在我們 的周圍完全都不用怕 這種每日挑戰可以多來幾次沒什麼關係 好那我們這次的話高爆燃料也就把他選起來 看可不可以直接讓我們整個攻擊範圍變成整個螢幕 這個畫面一定非常的刺激 好那我們第一個這個受害者BOSS就已經要出現了 來嘗試一下 而且的話我們這個球棒還可以抵擋他的那個 彈幕就是一些小的那個 飛彈攻擊都可以打得住 好你看直接 直接掛了 好那我們再吸一下這個 電子 這個暴力美學就等著吃寶箱他自動提升上去 現在我們就把我們的 攻擊力給慢慢升上去 我這邊把磚也把它升一升 有精英怪 敲個幾下 我們敲他一下是多少血 7000多點血而已喔 喔不是耶 我們敲他一下是6萬 6萬的傷害 真的太猛了 我們這邊幸運列車 這兩次的幸運列車都是加我們的 運氣非常好 直接從藍色的攻擊變成 黃色 變成金黃色 那麼的火箭也把它升一升了 把它提升到這個鯊魚炮 砸嘴炮 砸嘴炮怎麼像小畢還在說那個打嘴炮 這個太爽了直接360度 零死角 全方位攻擊 而且我們現在的那個冷卻技能 那個範圍都還沒有升到頂 看看之後升到頂之後會有什麼額外的變化 讓別人放棒藍掉 那麼那個足球就不升了嘛 反正我們有球棒 這個已經夠猛了 看一下這個到6分鐘能不能把它 被動都升到滿 現在就是一個移動的狐拉圈 這是不是搭配那個 機器人 也會蠻猛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範圍喔 整個攻擊 畫面的範圍越來越打 看起來這個 怪物越來越密 越來越刺激啦 那我們直接走到這個最密集的地方 超個幾下 這些怪物就直接消失了 而且我們還有那個擊退效果 完全不用擔心 你看這邊最密集的 直接消個幾下就沒了 而且我們現在一發的傷害已經來到9萬的傷害 來我們再把能量快的等級多提升一下 這邊都沒有加那個被動技能 比較可惜 馬上就要迎來我們4分鐘喔 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 那麼的鑽頭彈 我差不多飄滿了 你就特地抽進去這些怪物 周圍 正中間 這邊足球 感覺我們是都不太掉血 還是會稍微掉一下 不過這個球棒在打那個boss的時候效果可能就沒有到那麼好 感覺我們好像會 慢慢的恢復我們的血量 這個有順利完成了 來到4分鐘 現在攻擊力已經升到滿了 我們的燃料也把它升一升能量快 來吃個寶箱看能不能再提升一下被動技能 又中了一個 高爆燃料 我們現在範圍 越來越大了 直接把這些怪物都 擊退出去了 這個小豬 想靠欠我們還真是沒辦法 感覺我們就是那個超級boss 來那這邊 鑽頭也把它升一升好 基本上滑一次就死一片了 我們揮一次的話現在的傷害已經是10萬多了 橱子真的是 太開心了 再把我們的 燃料快 把它升到那個 4顆星啦 這樣應該都差不多了就差各一等就可以整滿 我們在 剩下再吃一個 列車 就是中了健身指南 我現在完全都 PASS 這些怪物都不太能夠打 來再炸一下 炸一下我們這個怪物都 都不太會死 靠我們的球棒在這邊揮 球棒真的是太猛了 如果這一關懸苦可能還不太能夠 不一定能夠過去 苦的話畢竟還是單體傷害 那像我們這樣揮一下的話 揮到大概50幾隻怪物 30幾隻 但是完全DPS不能比 球棒傷害又比較高 但是沒有吧 但是他打的數量很多 板磚 而且還有那種擊退效果 結果現在 最後的體驗30秒 再看有沒有磁鐵可以把剩下最後的那兩個等級給他補滿 完美達成今天的 體驗任務 真的猛 鐵雅鈴 你也成功出爐 這點只是超級無敵的存在啊 直接放著在中間掛機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超級掛機 藍人升級 我們打一下這個異爆從β 最後的升等 量子糾纏 能量快 剩下量子糾纏 能量快滿等 高爆藍量滿等 超猛 範圍還有冷卻揮棒數都直接提升到MAX 真的是 像小時候 球棒教訓 球棒教訓也太誇張 大部分都是拿什麼 機架 還有什麼 報紙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達達特攻就差不多拍到這邊了 大家再見 拜拜